太大告诉大家 你们今天碰到不好的人 他讲的话让你不开心 其实你的磁场已经受到他的干扰 甚至被他吸收了 所以碰到这种人最好笑嘻嘻 先不要讲话 守住自己气 你越跟他争你越生气 其实你被他气就吸收了 所以当这个人跟你讲话不通 很讨厌 他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 笑 称之他笑 因为记住笑的时候 能够挡住对方的气 听得懂吗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笑 他更生气 把他挡回去了 对不对啊 人家在骂你的时候 你还笑啊 气死 对不对啊 所以台湾告诉你们 你们要懂得 已经被人家吸收掉了 怎么办 回到家 啊 要把这些不好的磁场 氛围 把它 净化 就算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坐在椅子上 很舒服的空气当中 人很安静 坐在那里 念 一遍打背照 三遍心经 大概五分钟 之后 念的时候很认真 你一会儿功夫 可以把你接受的 到来不好的气场 全部 消掉 关于很多人 修了很多年 哎呀 我学国学了很多年 好像我很有本事 我修得很好了 但是呢 被别人讲上几句不好的话 马上就改变主意了 所以这种人就是磁场不定 所以为什么修心 一定要修行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 修心 为什么一定要修行 好吧 你看我都是讲佛法 但是大家愿意听啊 对不对 因为修行 是通过你的行为 听不懂 就是说 我今天修行了 我来插话 都有味发会 我来做善事 我来放板凳 哎呀 在班的时候 它有一个叫 行为的震动频率 你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 它有个震动频率的 在心中 所以这种震动频率 会把你记忆中 所做过不好的事情 会清洗掉 所以很多人 很痛苦的时候 来 我带你出去 我们一起做点事情 你不停地帮人家做善事啊 我照顾老妈妈 到养老院去 那个时候 就把你心中 刚刚生气的事情 全部忘记 所以这个震动力 所以修行 也要修心 修心要修心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失恋的人 或者被烦恼所纠缠的人 他们通过 不停的机械性劳动 为什么有些人 一不开心 感情一不好 他就做事情 他才会忘记 很多人为什么 不停地买东西 不停地吃东西 他也能笑掉 他通过大脑的皮层感应 自己吃的东西 很满足 来饱和他 让大脑的血液 都到胃里去帮助消化 而大脑就不能动 大脑动得出来的人 是血液性化 会成好 你看我跟你们讲的 都是医学道理 所以 可以暂时把很多的烦恼忘记 但是我们学国人 要想精进地修行 去除烦恼 就是要不停地念经 不停地做好事 不停地放声 不停地去帮助别人 你就永远不会拥有反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